你看 我跟你说主持人 当时他在外地 他在外地 我在唐山 你在唐山 我跟他打电话 他就那种不着急 那外地他发那亲密合影 不着急你还能生气了吗 后来我直接问他在哪 然后我坐高铁去苏州 我找他去了 他还告诉我地址 告诉我房间号 我走到门口 里边吵吵闹闹的 有说有笑的 我敲门 他过来开门 来了 就这种语气 那怎么了呢 特别冷淡 好像我是外人一样 我一进屋 他俩在一块 而且在床头那 头对着头吃饭 当时我特别生气 你在干什么呀 姑娘 我当时就是气他嘛 然后就跟那男生 在一起待着 他说本来就是你不对 你现在说说我了你 谁让你先冷战的 你活该 但是你这是 你是怎么气我 你看 我拽住他 我丑了 我准备打那小伙子 结果原来 对 他打那小伙子 我还挺开心的 这样才野兵吧 你冷战穿啥呀 但是你这么设局 你这么设局 你是怎么着 你高兴 那你冷战干啥 谁让你先冷战 你凭什么冷战 你有什么资格呀 不不不 我特想知道 那哥们就那么无辜的 就中了枪了 我们好朋友嘛 中枪中枪 跟你做好朋友 多倒霉呀你说 行 这事 反正你们就好了呗 是不是好了 他这个人什么都不是 他想还要跟我来分手 你说我家里人 本来就不太喜欢他 但是我还没嫌弃他 我跟他在一起 就是过年嘛 第一次见面 他就拿点破水果就来了 不知道他咋讲的 那么酸酸 多给我丢面啊 你说你订餐厅 你什么时候订的餐厅啊 你半夜十二点 给我打电话 你告诉我那餐厅 那你第二天有没有时间 我没有时间 我早晨还有一些事呢 有什么事你说呀 我忘了 你看 这事根本就不重要 他都忘了 你不重要的事情 你能排在我前面 但是你说 那次见面 你们家人怎么看我 我家人对你多好啊 那不应该的吗 你是啥呀 我是啥呀 当时 他爸妈不搭理我 一直对着我板着脸 我不得找话题嘛 跟他沟通 那家长当然板着脸了 还哄着你啊 那我不尽力 跟你爸妈聊天吗 对 他聊天是聊天了 最后仗都没及 咋想的 还是我给他眼神 踢着他一脚 他才去结账的 我那不聊天太投入了吗 这事你都能忘 再说你有什么呀 连工作都没有 我那没工作 还不都因为你吗 你把我工作搅黄了 你什么事都怨我 现在什么事都怨我了 是不是啊 我当初好好的工作 你把我搅黄了 你什么工作 他搅黄啊 那时候就是刚毕业嘛 当时最先商量的时候 我俩都在唐山工作 但是我一大小伙子 我也有梦想啊 我也想出去发展 唐山是你老家什么 不是 石家庄是我老家 我在那儿上学呢 然后呢 我也想去发展 然后我就在北京 投了几份简历 他当时跟我生气 他说不能去 但是最后还是协商了 我给了他一个承诺 我说我去北京 我奋斗一年 我要是混好了 我就带你一块去 我要是弄不好 我就回来跟你一块过 后来混好了吗 还没混好就被他搅了 怎么搅的 说吧 后来一次周末 我回来了 我跟他在家一块 坐着看电影 当时我出去接了个电话 我回来之后 他就一直板着脸 我当时问他 他也跟没事人一样 我问他咋了 他说没事没事 就是脸色难看 然后第二天我要走 他也知道 我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 我走的时候 他说没事没事没事 就是脸色不太好 我说没事没事 我过了检票口 我要上火车了 这时候倒好 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你要是走了 我就死给你看 你说 本来我又感觉脸色不太好 我那时候就一直在问他 本来就是嘛 你看以前他什么事都跟我说 吃饭今天吃什么了 也会先跟我说的 他必须什么事先向我 会把我同意了 他才去做 但现在他接电话还背着我 而且刚开始 毕业之前就已经说好了 说都在唐山他不干 他偏要去北京 而且你也承诺了吧 你说到时候在北京 不行给我接过去 也就北京 现在又整南方去了 而且你要去南方 因为他背着我呀 你有啥不可告人的秘密呀 所以我让他依然有一个 于是个南方的秘密也来 learning